Hello, this is Walking Fish 在之前那一部告诉大家如何修复Windows安全性无法打开这个问题的影片里 我有提到升级到Windows 11后 遇到的bug除了Windows安全性视窗无法开启 以及内显驱动物质挂掉之外 还有一个工作列预览视窗会被折住的问题 虽然说这不会造成什么大麻烦 你还是可以使用Altr加Tab键来切换视窗 但就是很烦人 并且这边还在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 即便你升级到Insider Preview Build 22581 这个bug依旧还是存在于系统上 目前我也没有找到可以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所以今天就只能先来告诉大家临时的解决办法 让大家在遇到这个bug时可以迅速回到进场的状况 当我们遇到这个工作列预览视窗会被其他视窗遮住的问题时 这边我有找到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方法我们会利用到Windows系统 当滑鼠游标停在预览视窗时 会对该视窗进行预览的特性 这边我就拿工作管理员来做一个示范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电脑目前已经触发了这个bug 各个预览视窗都会被最上方的视窗给遮住 此时我们只需要再看得到预览视窗的情况下 诶对所以最上面那个视窗不能够放到最大 将滑鼠移到工作列的预览视窗上 稍等一下等待视窗的预览出现 我们就可以看到工作列预览视窗被遮住的问题就这样解决掉了 当然如果第一种方法在你的电脑上无法起作用 这边还有第二种方法可以进行尝试 第二种方法应该基本上是可以确保有效的 因为第二种方法就是要直接重新开启Windows档案总管 Windows系统的工具列 其实也是属于档案总管的一部分 所以当工具列有问题时 重新打开档案总管有八成的问题都可以顺势而解 而进进的问题也正好在解决范围之内 我们打开工作管理员的页面 这边看你是要在处理程序里面找到Windows档案总管 然后对它按右键选择重新启动 或是到详细资料里面找到Explorer.exe直接砍掉 然后再重新启动都是可以的 重启Windows档案总管的这个动作也可以靠BET档来执行 所以想用BET档来重启Windows档案总管的人 也可以将画面上的这个指令打进记事本内再存成BET档 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据我观察在什么情况会触发工作列预览失窗被遮住的bug 据我目前观察下来 当使用像是Discord GeForce Experience这一类会具有叠层 覆盖效果的程式时 这个bug就有一定的几率会触发 所以你可以看我现在疯狂按Alt加R 重复开启GeForce Experience的视窗 多重复几次就有机会触发到这个bug了 OK 今天没那么说啦 如果是你们在影片下方 不知道没喜欢有没有个订阅 OK 最 crazy See you guys bye by bwd6